要在奧運獲金牌不容易 要連續兩屆都獲金牌就更加不容易 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至1956年以來一直沒有人禪聯兩屆冠軍 而這項紀錄就被港隊的張家朗打破 香港時間星期二凌晨上演的男子花劍決賽 為列4號種子的張家朗對意大利選手馬奇 張家朗一度落後12比14,徘徊落敗邊緣 但最終力追到14比14平手 而決勝負的最後一劍就足足打了三次 決勝的頭一劍,裁判翻看慢鏡重播 認為兩人同時擊中要重新打過 而第二劍又是一樣 到了第三劍,雙方又再同時擊中 大家都覺得自己得分 而台灣籍的裁判王浩志 就認為張家朗上前防守的動作明顯 所以就判張家朗防守還擊得分 最終就以15比14險勝 張家朗贏後做了這個心理的表情 隔著螢幕都感受到他有多開心 至於落敗的馬奇就表現非常失落 他的教練斯里安尼甚至全程咆哮大叫 他們向裁判投訴 認為重打的那三次 馬奇有兩劍都是進攻權的一方 而意大利劍擊聯會 亦都向國際劍聯和國際奧委會提出正式抗議 意大利網民亦都群情洶湧 他們將賽果的不滿 發洩在台灣主裁判王浩志身上 甚至在他的IG留言大鬧 可能是見到香港網民都在網上還擊 張家朗的隊友蔡俊賢 就在網上呼籲網民不要去對手馬奇的IG留言 辱罵對方 說比賽落敗深有不粉 向裁判投訴都是人之常情 還說如果反過來 我們法國教練一樣會這樣做 而其實港隊陣中都有一位意大利教練 而且和馬奇的教練斯里安尼非常老友 他希望不要因為這件事令教練感到難受 叫大家專心慶祝 亦都強調比賽沒有黑哨